委員來例領我們今天的演講 那這個演講其實我知道是同時期待你久 尤其就是同學們很希望你能夠聽到的一場演講 那我們今天這場演講 預計或者按照你一起的話 預計是進行30分鐘 30分鐘之後呢 就是這委員會針對同學們所提到的問題 那剛剛有一個網頁在這邊右邊 slide.com 那這個509這個號碼 那輸進去之後 那包含到時候待會在聽演講過程裡面 沒有任何的一個問題都可以及時的把他輸進去 所以待會的這個議員的時間裡面的話呢 那麼鄭文他就會針對一些比較 詢問力比較高的一些問題來做一些回答 好 那我們就不多說 我們現在非常熱烈的歡迎我們 然後陳正維 很高興能夠來這邊 然後今天我們表情遲到三點 然後剛才有給大家介紹的 slide.com這個網站 如果有手機在那邊上去 輸入509 就可以輸入更何想要問我的問題 想要聽到的事情 我通常就像老師剛剛說的是 一開始先有一個開場的影響 然後呢演講大概10分鐘 反正不管幾分鐘啊 只要這邊又累積到10個問題 我就回來這邊 然後就不斷放棄我的錢包 然後回來回答同學的問題 但今天呢這個人像布魯坤 這個完全沒有載車 然後提早了大概20幾分鐘到 所以我就先來這邊 然後已經大家有一些同學在這裡了 然後所以我就先到我的iPad 留在這裡 所以這其實是我第一次 就是說在事前給大家 有充分的時間來聚焦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完全不用講簡報了 我第一張簡報 就是大家共同想要問的問題 然後 所以今天應該大家會有 接近兩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我的講的過程 我會完全用slide.com這邊來 怎麼講 來設定 那所以 如果有沒有帶手機 沒有辦法連上網路 或者任何有沒有辦法使用slide.com的同學 那也歡迎在問就是 問題的當中聚焦 然後或者是不用聚焦 來就直接開始問問問題 也是可以的 我希望能夠變成一個 比較多方向的一個對話 這樣子OK嗎 然後 今天的slide.com是 就像我之前在大學 講說是匿名的 因為就是 就給你對匿名 對 因為我後來發現說 就是如果聚焦 就像是課堂上聚焦 就會受到一些比較 就是排版的一些問題 其實匿名的話 你就會收到 還有一個比較戰性的問題 例如 quote 驚奇自殺的某作家 很厲害 曾經提到 這個社會病態的 需要超級小台來自衛 然而 媒體強稱呼你 quote 客氣天才 天才而頭 unquote 您會不會也身感困擾 應該是這樣 在心理學上面 有一種叫做 就是 你如果本來對什麼東西不舒服 那把你放在微量的這個東西旁邊 不會不舒服 慢慢慢慢增加 然後到最後就 完全不會不舒服了 那我自己就是因為 我今年剛才36歲 從八歲的時候 我的故事 就一直在報紙上面 用專欄的方式 每週的向 固者朋友報告 然後呢 接下來呢 這個到十四五歲的時候 就是在周刊上面 然後十九歲的時候 就在電視台上面 一直被報告 所以我小時候 好像是有曾經覺得困擾過 但是這個這樣子已經 非常非常久了 已經接近三十年了 所以現在已經完全沒有任何感覺 就是說 不管大家叫我什麼 像天才這兩個字 其實是 他當時出現的時候 其實在三國的時候 用來形容就是 一個人他的才能相當好之類 但是當時並沒有 褒貶的意思 並沒有 現在我們從英文之一面 借過來的 那麼神格化的東西 才去說 應該才能不錯 而且當時好像 其實在形容 忘記是叫什麼 劉瑜 什麼張瑜 那是誰 你看我也連他的名字 都已經忘記了 所以就表示說 這個被形容就是天才 跟他的貢獻 以及被後持人記住的狀況 是一定換一些沒有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就是一個 普通的標情而已 對我來說 但是比較認真的來講 就是說 我確實不希望 就是大家把我當成是 就是 什麼榜樣啊 模範啊 或者是要學習的 對象啊 這些東西 因為 除非是我很了解 一個人 然後我們有互動過 超過上百個小時 不然我通常 不會給出任何的建議 因為每個人的成長經驗 實在太不一樣了 所以那我從小最 覺得最小腦筋的 就是大家會用片面的 然後可能看一些成功人物啊 的報導啊 例如唐風啊 然後就自己說 欸那我就是 你要去做某些特定的事情 那可是呢 這樣子其實就有點犧牲掉 就是你本來 可以成分自己的那個機會 所以我是會 極力的建議大家不要這樣做 然後造成是完全沒有好處理的 大概是這樣的 有些朋友 希望我演出2017年前戰計劃 數位建設的總理項目的詳細內容 這個工作呢 其實確實我昨天才 整理出來 如果大家到infra.pds 跟tw infra 就是infrastructure infra infra pd is PDs 就是我們願力的 就是 Public Visual Innovation Space 有這個小組 各位就會看到 這個非常非常長的 一份獎件的問答題 那就包含這個 一開始的 推動的必要性 然後綠樹水導箱 以及決策是否聰觸配箱 是否在債留子孫 是否正職榜中 徵收破千 環評考量 任期四年缺編八年預算 沒有做效率評估 會不會變文字管 以及擴大公共建設 是不是就此為 和這些問題 對一些具體的回答 然後 那這個東西 我們就是 我是5月3號 從國發會收到的 那時候就馬上 開始成立 然後就直接公開 所以各位看到 你跟我看到 是相同的 那如果想要對數位建設 進一步的了解的話 那這邊當然有它比較完整的 政策脈絡 然後有一整本 就是核定本的PDF 然後以及左邊四數位建設 這邊 所有立委員們 或者是媒體的朋友們 曾經問過的 比較一些重點的問題 我們都回答在這裡 但是因為我如果現在開始念的話 我們這堂課就過去了 所以你知道 這個真真的很抱歉 那這個必須要回去 這個請 請 這位朋友 就是直接來看 你發這個網頁 那如果 看完之後 還是覺得不滿意的話 可以到 wislight.tw 就是上面的這個連結 來 來詢問我 那我盡量在24小時之內 就是回答大家的問題 所以像這邊有一位朋友問 跟人口等估 我們用的是什麼模型 我就回答說 用的是國法會的人口推估模型 然後呢 他也問說 那就是特別預算有限制嗎 只做資本的部分 最大部分是問題建設 那軟體的部分在哪裡 那我也是回答說 是由數位國家方案 那跟人口或成像相相關 那是數字三跟四 我們也給了連結 所以基本上就是 任何你看完之後 有任何問題 就盡量上來 然後我們盡量回程 之後回答 那因為是公開回答 所以能慢慢回到這份問答機 也就省了接下來 我們相同問題的朋友的疫情 所以希望這樣子算是 最滿意那個接受的一個回答 我們就繼續 有朋友問說 為什麼要回到台灣 然後幫政府部門工作 最直接的原因是 2014年的佔領運動 那在佔領運動的時候 就是我發了不少時間 來支援 那一天晚上的一個直播的工作 當時我其實都知道 人會翻想到 一個法院裡面 然後呢 但是後來就 就沒辦法 就自己承認下去吧 那所以當時發了 任何二十幾天的時間 我根本就去做 我其實沒有碰硬體 或者通訊層 但是就是把 它的軟體 或者應用的 這個傳播的架構 當時呢 可以去由女生政府的朋友們 一起規劃 然後一起圍運 所以等於是一個 用一種類似救災 跟這樣子一個狀態 去規劃出一個 通訊網路來 那我們應該是那一波 就是個體的佔領運動裡面 唯一一個 直接從海內拉光線到路邊的 那所以 其實就是有了 高速的頻寬 跟沒有的時候 在佔領的太陽 是很不一樣的 在大家只有手機 或者手機 還會塞車的時候 人家都是類似 到底一步說 靠著謠言 來散播 那我們首先把 內部網路鋪好之後 至少去從街上 可以直接透過內部網路 看到 將你們的區域的狀態 所以雖然中間 有一圈警察 但是好像透明的一樣 因為 反正就裡面發生什麼事 就透明到街上 那這樣的話 反正還不夠 因為裡面到底在江省 其實還是外面的人都知道 所以我們當時也是 清打字很快的通訊 是用輪班的方法 把裡面正在發生什麼事 主機的速度到街上 然後就放在 就是投影幕的旁邊 給大家看到 那任何人只要開直播 也可以確認 這個八字的朋友 有沒有漏掉 裡面發生的事情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謠言的散播 就沒有事實的散播 但就有硬 然後來自那麼 就是過來那麼直接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 每一天的站停 慢慢慢慢 它是凝聚到一個 大家比較 有公式的狀態 而不是會隨著 像我們過來 很多的站停運動一樣 隨著時間 慢慢就發散掉 或者就 就變成完全沒有訴求的 這個情況 那所以 當然有自動訊技術 開始是必要條件 就是不是充分條件 所以當時就反面說 就是這個必要條件 還是必要的 那所以就覺得說 我學著自己的 反應當選議論 或是一些 就是網路社會 學這些東西 也可以在公共政策上面 有所貢獻 所以當時才開始 進行商業的工作 那到了2014的 民敵 因為就是現實上選舉 那有很多 參與佔領的朋友 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會當選的情況下 就當選了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各地都冒起了 一個所謂開放政府的 一個風潮 那所以但是 講是很容易 在選舉的時候 但是也跟國外 正面的時候一樣 就是街上的人 一旦進了市政府 街上的東西 沒有那麼管用 所以就需要 就是想一套很多條和 街上的朋友們 要的東西 以及市政府裡面 有個東西 就這樣一套通訊方法 那在這樣子就是 主要當然是 市長當然還有 鄭文三 以及其他市長 都在做類似的事情 我愛情表演市長等等 那時候 中央那邊也感受到了 一個壓力 所以他們採取了一個 一位市的這個戰略 就是說 不管是街上的誰 只要他們看起來 覺得有組織的能力的 就要進來跟政務官 進行訓練 進行指導 那所以辦了一些 政務官的 就是訓練 那我的很多朋友 有去 但是我自己也有去 我自己當時 是跟市務官 跟所有 12職能的市務官 就是 好像三四百元吧 有了就是 比較深入的一個接觸 那在這三破訓練之後 你們也覺得說 我們做這套方式 雖然可能沒有辦法 馬上套用 但是是有道理的 所以接下來 我就是 在2014年底開始的 可能半年左右 做為行政院的專案顧問 跟十一、十、九職能 大概近一千里 都沒有 就是進行了學練 或是工作法 這樣子 那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我就發現說 其實公務員 還覺得這套蠻不錯的 雖然不可能馬上拿來用 但是他們其實是 心想往直 大家都還記得說 剛加入紅木門的時候 的一些理想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合作還蠻順利的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也就一直跟 就是蔡玉琳老師 主要是 然後跟當時 張宣正副院 後來是院長 進行開放資料 然後以及 就是 行政數位化方面的一些工作 那這些工作 其實是持續的 因為我們知道 張宣老師 他其實是沒有擔心的 所以他在交接 跟宣正老師 同樣也是沒有擔心的 過程裡面 他們想像出了一個方法 叫做check point 就是請你們一個互惠 把正在做的事情 以及形成這些政策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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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將執政的團隊下載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是說 這有點像我剛才 秀的這一份 他不是一個黨派給 另外一個黨派的 他是給 全世界的 就是說 我們現在坐到這裡 那 歡迎給民視交 這樣 所以我覺得說 這是一個相當好的一個概念 因為 當時我並不知道 我會加入下醫院的內科 但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也比較知道說 本來的 就是施政方針是怎樣 哪些也有延續 然後哪些就是 是可以調整的 所以 因為這樣的關係 但是後來林鄭老師 就是問我 我願不可以加入的時候 我可能只花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就比較接商 就是從 我錄到 我錄個 10月1號嘛 中間的一些脈絡 那就可以幫忙 那這個 如果沒有中間的這種 開放資訊公開的 這種概念的話 開放資料概念的話 其實我 應該這個 進來的 花了就是 安德斯拉里的時間 應該是會非常長的 但是因為有這些 開放資料的關係 所以 我等於在中間是 比較沒有一個 專心的一個 困難 我現在要回答 11票的 就衝上一個 12票 請問您覺得 國安門的行為 有違反出所權法 合理使用是 這樣一個情況 就是說 我絕對沒有用 就是說 它是完全是 靠個案來認定 而且是由 司法委員來認定的 那 只要是隔壁任何事情 除非是 他主動來找行政員 不然我是絕對 不會講認定的 這 因為合理使用 就是說 你可以在合法的範圍內 違反到某個程度 但是這個程度 是如何 完全靠 就是司法委員的朋友 以及實際的那個 個案的朋友 的討論 我舉個例子 像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之前去領域 有過一個專案 叫做 《蒙利亞的毛》 是一個字典網站 那當時就是 由我協助為務 的一個 那 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很有意思 就是說 我們自己 完全沒有寫任何東西 我們的東西都是 取得來的 像是客家話 是從客家字典 然後就是 民難語 國語字典等等 好 然後 在這樣子的概念裡面 其實很有意思 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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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這些東西 都不是我們的 的著作 那當時 我們在做這個 專案的時候呢 國語字典 也沒有任何 公開授權 它就是 完全所有 反應啤酒 而且你沒有把 連到任何的字條 你一連續 就會挑出一個視窗 把你弄回首頁 這是之前 重遍國語字典的狀況 那我們當時 就做了一個主張 我們主張什麼呢 主張說 我們只要 是全部下載 只是進行 柔式的轉換 讓人更容易搜尋 等等 我們 就是合理使用 那這個其實 是已經有點凹了 因為一般來講 合理使用是使用 著作的一部分 對不對 那我們用的是全部 那所以其實 這已經有點套不上 的來合理使用的態度 但是我們說 可是相應的 我們拋棄掉 全部的著作權 就是我 我什麼 完全著作權都不要 在山權 任何權什麼都沒有 那我們再來法律上 是有一個叫做 CC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就主張說 雖然我全部都拿了 可是成立的零 或什麼都不要 所以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還是主張 才算可以使用 那這個其實 像當時如果法官 要判這個的話 其實是 也不一定合法 不一定不合法 但是因為參加這個的 工作的朋友們 是三思十方的 各種不同的 不管是技術上 文化上 藝術上的朋友 所以我們如果要做 訴訟的話 其實是 會是比較大的成本 對教育部還講 所以 所以教育部其實 當然是對他們想要 搞我們 他們只想要搞清楚說 這到底它不合法而已 那所以後來呢 我們就是具體的 跟教育部的朋友們 合作 看了非常非常多色違 然後最後談到說 好他們願意用 也是CC修權 那叫做ByND 所以ByND呢 就是說 我必須說 這是教育部的 不要說是我做的東西 ND的意思是 它的內容 它的定義 一個字的定義 它是啟筆企畫 什麼固守 我們都不可以改 ND就是non-directed 就是不可以修改 那但是呢 他們做一個詮釋就是說 但是它不僅僅於格式 只有內容 所以我們換格式 或者是放在手機板 或怎麼樣 都是可以的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我們就可以按這個 好比像說 這個 重編過一次研修印本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後來他們也改版 然後也把之前的一些 查詢上的困難 或者是一些 本來 可以叫做病武 如果你們不知道 是不是病武 非常幸運的一個 過時的古老的中文 裡面就是沒有的那個字 他們都還是用圖片顯示的 但是我們把它轉成unicode 就可以複直貼上 那我們所有這些共性 因為都有好戲著作權 所以他們改版的廠商 就直接拿去用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東西 我們叫做 有點像是 有一個分支 我們看不順眼 某個網站 某個政府的服務 我們做的就更好的 但是呢 我們最後是合併 就是因為我們好戲著作 都在產權 所以說政府每次要改版社區 就去把這個拿回去用 那這個是我們之前 創新的一種狀態 但是這一切都吸引了 什麼的 吸引於合理使用上面 所以說如果沒有這個 合理使用 我們一開始就不可能 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應該是 真的沒有取得 叫做物理 所以說在合理使用 這件事情上 我還是覺得是說 應該是使用者 跟被使用者 慢慢慢慢慢慢 要在一個利益 可能比較一致 而不是利益 完全對立的這個情況 那在完全對立的情況 真的可能只有自來的女朋友 才能做出 才判斷 那像國安夢 這個情況 就是比較是他 跟作為利用人 跟被利用人 可能在利益上面 可能 即使不是完全這個對立 也是可能 我知道 就是170度角 之類的這個情況 所以說 我在這邊是 但是不會發表任何法律 有一位朋友問說 目前為止 遇到的最難解決的問題 是什麼 其實好像沒有 所以說 因為是這樣 就是說 我入閣的時候 我很明確地說 我沒有一定 要做什麼事情 大家也許有聽過 我當時有個講法 就是所謂公譜的公譜 那基本上公譜 如果各位 要成為公務員 這個就跟其他很多字一樣 是自己 之間的這個形容 就是說 不是公譜的人 可以叫別人公譜的 這是一種 就是形容詞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的意思其實只是說 我很願意 放公務員進行電子化 我的數位化 行政流程簡化等等方面的服務 但是除此之外 我不會因為我是政務委員 所以我就指揮任何人 去做任何事情 那所以在這種前提裡面 其實我並沒有帶問題給大家 我就是大家拿問題來掌握 這個情況 那在拿問題來掌握的時候 因為我是數位政務委員 那意思就是說 不只一位 就是說 來掌握的時候 我若覺得我不是最適合的 然後我就會有系統的引進 民間的力量 所以有些朋友想要就是一些 轉譯方面的 就是怎麼樣把 枯燥無謂的公文 變成大家跟得懂的 那這個會做專長 就找到有這個專長的朋友進來 那有些可能是主持方面的 同樣這也不是我們的專長 就找有主持專長的朋友進來 或者是紀錄方面 當然是要專業的 紀錄的朋友們進來等等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我是起到一個 管道的 通道的一個作用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都不是我解決 或是沒能解決問題的人 跟有問題想在解決的人 這樣子而已 那當然 後來慢慢的也有一些法案 或者是一些 policy 發規到我手上 然後我協助協調 或是我協助指定 像電競相關的政策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 我同樣的也是透過一個 類似管道的情況 就是說如果 E-Sports 這個網站呢 就可以看到說 不管是各方的一些具體的建議 在公聽會上面 選手們要求的 這些本來都是黃燈的 然後慢慢的 我們把它轉成就是黃燈 就是所有來的結合 跟綠燈就是已經 平權了 跟其他的 像維琪這樣子的 智力方面的 運動沒有兩樣的 這樣子 那但是在這個 就是爭取平權的過程裡面 我其實是 我其實並不是成立者 可是我也不是官僚 我只是 保證大家 play fair 就是說 中間的人所有的協調 在以前院裡面的經驗 通常只剩主席才是 而且主席才是 是等政策出去了 他才會公佈 或者完全不會公佈 因為資訊公開法說 你一稿 可以公佈嘛 除非有公眾利益 可是我進院裡的時候 我就跟院長說 第一個我開的每一箱 會都有公眾利益 所以我全部都要公佈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我要在立法階段就公佈 因為我可以試一套 新的政策執行的方法 那這樣子的做法呢 當然會碰到什麼呢 會碰到國家機密法 原來在國家機密法 這樣一條流程的輸入裡面 只要有一個是機密 或者是即機密之類 整個輸出都會變成機密 那所以說 我另外一個附帶條件 就是密件都不要給我看 然後我們辦公室 有一個設密的一位參使 所以所有的上面照標密的 就直接到他那邊 然後我完全不知道任何機密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理論上我看的所有的東西 都是給大家看的 所以就是有一個 就是我是調查報道的 記者的Nomage 然後呢 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我開的所有會 不管是每一個部門 每一個人在裡面 講的什麼 所有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公開的 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具體的選手們 利益關係人們 即使他不在這裡 我也會職責錄影機 或錄影機 說今天這一台錄影機 代表沒有辦法到場的 利益關係人 那這個利益關係人呢 他就會在我們 開完這個會之後 我們有十個工作天的時間 一起來編輯這個主資稿 那這個編輯呢 就不只是來開會的一些 可能長官們 也包含他們的成敗 但成敗就可以不會覺得說 只有主席才是 他要傳播上映 他可以完全知道 這台會到底賣落是什麼 那然後他們也會修改成 就是如果上報了 這個不會太麻煩的 這些一些措辭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是學了工作天的時候 公開 然後利益關係人們 有些選手們 像有一位蔡成言歸王 他就是看了這個之後 就具體的寫了一公信 過來說 你們裡面講到這個這個這個 那我們之前跟台北市 討論的辦法 是這個這個之類 那八卦版 LOL版 MOPOLID DCAR 就是各種各樣的地方的朋友 只要看到這個東西 或者它的報導 也都會給我們非常多的 情緒性的發言 但是大概到了第五次發言的時候呢 就是專業的五樓的時候呢 我們還是會收到一些 非常專業的訊息 對 因為前四樓通常沒有看完就在發言 五樓應該是第一回合看完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是 接下來在下一次寫跳的時候 我就會被五樓附身 然後就會去跟這個官員說 欸你們上次說 有各種各樣的困難啊 但是八卦版上面說 其實是誰 說這個在籃球的時候已經解決了 或者是說如果我需要這樣 讓大家覺得氣氛比較好一點的話 我就會引用八卦版上你的網友啊 說可能未來會變成學生抗議整天打電信啊 你還打需要念數學啊 什麼什麼真正的 本來就是說是 這個管道是雙向的嘛 不只是說我把我看到的資訊給外面 外面有任何具體建議 包含這樣子 我不知道什麼具體建議 我也都可以開會 這個會場 所以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它不會像之前電競寫跳一樣 每一次寫跳 然後一走出門去就翻案 然後就說不可行 或怎麼樣 因為你講過的話就得認 好 我們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是非常快速的 大概三個月的時間 我們就把所有的電競寫管的事情都寫掉完了 但在這個中間 我也沒有覺得 這是一個困難需要解決 我就是確保 所有人都能夠聽到彼此的主張 然後大家能夠一起到一個 最不滿難可接受的一個 詮釋的一個方法 其實我們全部只是起這樣子的作用 所以目前好像沒有什麼 可以解決的問題 下一個問題是說 蔡總統的團隊 目前執政的情況 是我當初期望的嗎 還是我需要改善 當初是 多當初嗎 我是 就是說 我是從小就是 anarchist 就是說我希望 我期望的情況 是 不要有任何科層制度 那所以當然 目前執政的狀況 並不是這樣子 我們還是有科層制度 就是政府這個概念 還沒有消失 還不是有公民社會 跟私部門 跟郵民進來執行 所有政府的功能 那所以只要沒有走到那一步 對我來講 當然不是我期望的狀況 但是就跟這個 有anarchist主義來的所有朋友一樣 我都了解到說 我活著的時候 應該看不到這個情況 所以 那當時呢 就是民國初年 第一批的 就是接觸anarchist思想的朋友們 就提出一個 自圓起訴的方法 叫做anarchist教育為革命書 意思就是說 那我們不講求 馬上到這個程度 但是呢 我們只要在 好比上說 一個場域 用類似slide 這種方式 讓大家能夠參與一扇設定 那這樣子 其實就已經是一種 進步了嘛 一個小革命嘛 那如果是 慢慢慢慢在一些 比較大的場域 可能一個村里 或者是這類的 一個社區 能夠達到支持 不需要一個頭 那這樣就是一個 比較大的革命 但是不需要一下子 就到這個 就是全國的這個狀況 然後不需要去 硬要推動 這個進程 硬要推動這個進程的 實際上 是馬克思主義的朋友們 所以說 我一直在國外 有請都是 如說我是 conservative anarchist 就是一個 持守的anarchist 那意思就是說 我沒有要應推 這個anarchist的進程 但是我只要每次看到 一點點空間 可以把政府的權利 或議程設定的權利 多還一些 給民間 我就確保它 會還出去 所以 各位可以看到說 在入閣的時候 每一場 感覺上也提到 我的證明不管是 什麼謠言啊 或者是 就是什麼 不惜訊息插合啊 什麼東西 我到最後提出來 這首都選 一定是讓政府的 主導權 然後是讓這個 各個利益關係 中間 協商的機制 增強的 因為我覺得說 這個反應到了我手上 我就再讓它 往安娜起走一步 但如果沒有到我手上 我不想求 所以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 它一直是有不在改善的 請問這個 如何看待台灣 現金的交易體制 就是 問的這位朋友 可能知道 我之前有講過 宣布教新課綱的 制定 在人工科監視課法會委員 所以 我們現在 在等課程會 課程會 因為程序正義的關係 就可以重組了 所以我們可能要 2019年才上路 但是呢 這個也沒有什麼壞事 我們本來是說 2018年上路 除了社會歷史 可能也要再等一下之外 但是呢 如果到2019的話 說不定 社會歷史課綱 也討論得出來了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一起上路 其實也不壞 而且我們有多一些時間 來做配套的措施 在新課綱 跟舊課綱 最大的差別 是我們 放棄掉了那種 冠數學的教育 一個角色 新課綱的概念 就是自發 自發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做了老師的 去放棄掉了 學生七歲進來的時候的學門 跟他十八歲出去的 學門的這個控制權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 時間或十來年會變怎樣 所以呢 我們不如就是教導大家 學習的能力 誤動的能力 共好的能力 其中價值的東西 而不是說去硬性定出一些學門 在這裡面把大家加以比較 那因為這個比例的話 基礎文化也就沒有了 比較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我們是用這個概念 來設立新各港 那另外一個概念就是說 我們會希望說 把大學才有的製修制度 提早落實到高中 然後讓綜合高中繼續高中 一般高中的朋友們 再試了一年自己的興趣 最後不會被這個 什麼文理一組定期 你可以隨時在這中間轉換 而且暑假不用 太多日課 那這些當然都是 非常理想的東西 但是現場怎麼落實 就是我們在09之前 最大的一個挑戰 不過我現在說我們 但是事實上是他們 因為我已經換了工作了 但是我是很希望這個 就是新各方能夠進到落實 因為我覺得 本來的九州科 雖然就是 在當時的葉陽山 但是已經慢慢很難 來做到我們這種希望法的諮詢 或甚至外來人公司會 尤其媒體素材這些東西 融入各科教學的這種 比較新的教學方式 當然這種教學方式 也不是我們課方會憑空想出來的 是因為台灣的實驗教育 從各法化之後 在雲間入獄後春孫般 有各種各樣實驗教育的出現 那實驗教育包含我們之前的 就是在下自學 這個以前是非法的嘛 那現在也都是從小學到高中 就是得法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已經累積了相當多實驗教育的經驗 我們等於是在新科堂裡面 去濃縮它裡面 實驗成功的部分 忘記掉它失敗的部分 然後把它這個經驗 能納入新科堂的光線 這位朋友問說 數位身份證實會有緩發的進度 之前說要整合健保卡和駕照 但是呢 發健保卡的那個機關的反彈很大 所以這個之後就很久沒有消息了 確實是這樣 目前我 以我所知 內政部 它最多就是先把自然人體證 跟身份證 兩個都是他們家發的嘛 進行飄河 那但是除此之外 應該是沒有要去保健保卡的意思了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目前正在進行討論 之前也有做過一些公平方面的一些諮詢 那有些人想要在身份證背面 一定要顯示某些欄會 有些朋友們覺得不應該顯示某些欄會 也有朋友們主張說他應該選 就是七個欄會裡面 你給我三個 然後這三個就一定 對不對 你看這樣子這個利益關係 從來都照顧到了 好 那所以總之呢 這個在當時就是 就是包含在重演平台 就是公務生的參與平台 上面很多朋友的寶貴的意見 都有收攏進來 那目前內政部正在 這個夫婦魯圖的處理這些意見 還沒有提到原理 目前還在佈裏 這是實際的狀態 台灣目前面臨 沒有受到邀請來 遭到打壓的情況 對於未來台灣在國際上的情勢 還有什麼辦法 這個就是 這種問題 如果我不是一個 這個NR case的話是非常難回答的 但是作為一個NR case 我非常好回答 就是說 台灣對我來講 是 真的是一個定義概念 有人類以前就 摘了嗎 死在外面 然後 沒有人在哪會摘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關心的是 怎麼做出具體的貢獻 而不是說 是否一定要 在多變質質的框架裡面 那我不是只是講講而已 就是說我之前去 好像看完政府年會的時候 大家都 叫我台灣的 就是 就是給 就是並無言講 所有的一切的 這個待遇 都跟這個 任何國際部長機關員一樣 那然後 我的組織呢 也是台灣 government 但是呢 他們就是做了一個 顏色上的區分 就是說 國家的是藍色的 但是呢 NGO呢 是粉紅色的 我拿的是粉紅色的 所以呢 從那場會議的角度來看 台灣就是一個 兩千色台灣人的NGO 然後 他們的 這個 就是一個 那些人的 來這邊也講 但是所有其他 規格都一樣 那像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 就是說如果 換了一些信仰 可能不是 人家的朋友們 也許 就比較不能接受 但是對我來講 對啊 這就是我想要看到的狀況 我就是希望 那當然 那當然也還包含說 在多邊會議裡面 不能親自到場 可是並沒有任何東西說 不能夠由機器人 或者是由VR 或者是由全系透映到場 從多邊會議的角度來看 那就是大家在看電影 所以 其實後來也用這種方式 去達到了很多 就是部長對部長機的 這樣子一個溝通 我要講的是說 目前的技術 其實已經有一些 能夠繞台 多邊架構的一些方法 那 在只要能夠做出貢獻的 潛屏股價 我都會願意去做貢獻 但是以上 只代表我個人發言 沒有辦法 沒有任何其他生物管法 而言 那大部分 我所認識的生物管 是很非常希望 在多邊架構裡面 去爭取 那我非常尊重 他們就是 不是RT study 這樣的認同 下一個問題是說 目前台灣在政府相關事物的 電子化上面 最難解決的問題 也在哪 台灣目前是 技術不足呢 還是法治更不上變化 人民的新政策的理解度不足 再上媒體的輿論影響 是否使得新政策實施 較抵在實施中的 帶著困難 改好的問題 這其實是 有點作品 應該是三個問題 好吧 好的 但是我們就一個一個來處理 相關事物的電子化 相關事物的電子化 相關事物的解決問題 我覺得 很多時候 這個資本生就決定 討論的方向 我們之前的四個階段的電子化 一直在講的都是電子化 可是呢 我們這一屆 整幅上來的時候 還有一屆我們把 本來的電子通訊 叫做法 之前我也有幫忙 就是進行自詢過的那一步 拿過來 保留了它的精神 加了很多新的概念進去之後 改名叫 數位和宣傳過法 但是電子改名叫 數位呢 實際上沒有什麼 太大的差別 因為除了某些 調停網路 還沒有數位化之外 其實電子跟數位 現在幾乎是一樣的意思嘛 但是呢 講到數位化的時候 大家在腦裡就會想到的 不只是設施上面的升級 而是包含流程上面的升級 而是包含流程上面的升級 但是呢 如果只是想電子化的話呢 很多朋友在執行下去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相同的流程 相同的法令 但是呢 我們只是把這個設施 從執筆 換成電子的設施而已 之前的許多多餘 就是張先生老師的 整命的一個規劃 多多少少都有這樣子的一個 考量上面的 就是說 並不是說它想的時候 沒有把這種公銅啊 武銅啊 走到裡面去 但是到執行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說 只是把我們現在的這個機器 或者現在的法規 進行電子化 結果就會建立出來的這個 電子的架構 跟本來的公物的指揮架構 並不一樣 本來的那棵樹怎麼長 新的這個雲就怎麼長 那這樣子的結果就是說 在這個互相共同上面 後端的整合上面 還是一樣 就是碰到很多資訊行動上面的困難 因為他並不習慣在公園的行動中間 加一間間 所以我們進來之後 就直接把它改變 叫做數位化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希望就是在流程上面 能夠做到後端的共同間間間 這個後端共同間間間 這個概念 就是當你去招標的時候 你的後端服務 跟你的前端網頁 是可以拆開來買的 這件事情其實是 非常多的採購 其實沒有知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慢慢在辦一些 就是內部的訓練 讓大家知道說 你可以買一個服務 一個後端服務 資料庫 這些什麼東西 然後呢 這個前端 是可以交換的 所以說今天的手機網頁 今天的一個大 或者是說 今天的這個桌面網頁 或未來的VR 或聊天室機器人 都可以在這個 共同的後端上面 加以執行 那後端的後端之間的結界 就不用像我們以前 還要去彼此去看對方 前端的網站下來 去進行結結 那樣子是 複雜度是很承認 但是在這邊的複雜度 是強處 所以其實是非常 不一樣的一個規劃方法 所以我不覺得是技術不足 法治呢 在我們比較有效的 這個協調上面 目前法治就慢慢跟得上了 所以我覺得還是運作習慣 還是這個流程是最大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目前就是一直在示範 新的流程 然後希望它能夠慢慢的傳染 那另外一個就是 關於疫情設定的狀態 這個其實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說媒體的輿論 我覺得並不是媒體故意的 而是說這個Million 他就決定了他的Message 在以前指本媒體的時候 就是我爸媽那一個時候 他們在做報導的時候 會很注意的交替 很報導的東西 就是說你報導了一邊的想法 而你覺得這一邊的東西 有些主觀成分的時候 你盡量在同一個版面上面 把另外一個主觀成分的東西放進去 然後讓讀者自己去判斷 那這個只要是老派的做媒體的 最小最小都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但是問題是說 現在在電子媒體的時代 即使他同樣做了兩片 但是50%的去看影片 50%的去看另外一片 然後專門都不會去看 就是同時看兩片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自然的一個分種的情況 其實是比較 比較麻煩的 那你不可能在同一篇 這個兩千字裡面 去把所有的平安性照顧到 而且即使你這樣子做的編輯 還是會下一個很總統的標題 所以一進來看 大家就已經往一邊編了 所以在這樣子的就是 新的媒體的情勢裡面 我們就真的是非常困難的 去做唱以前的平安報導 這樣子的工作 所以其實在我入了前 我有幫忙協助一個 算是新的媒體的一個嘗試 來叫做正問 Talk to Taiwan 那 Talk to Taiwan 它是一個對談式的一個節目 但這個節目的對談的主題呢 你只要問哪些題目 是由大家類似這樣的介面來設定的 所以就是說 我們會希望說 透過直播 然後接下來透過 大家一起參與 討論跟設定 然後一起試或者摘要 盡可能把這個 不是在影片跟影片裡 而是在網友跟一個人的 一個互動裡面 那這張字就比較容易去反映 一個事情它發光面臨的 這種觀看法 所以說我覺得就是 在用一些新的形式 是試著突破這種經過端小的 像是簡訊時代的 以文字為主的 這樣子一種形式 那所以我們 我實際錄了之後 也把很多這種概念 帶到行政院裡面 我們做的最早的幾件事之一 就是申請一個非常快速的 環境網路 然後跟院內網是分開的 然後專門用來做 這樣子一種即時的直播 互動VR視訊的 這樣子的一種工作 所以我覺得慢慢 慢慢它是 我們會釋出一個新的形式來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只要看起來覺得 哪裡有問題 所以是可以去提問 我覺得只要有養成這個習慣 其實謠言 這邊講的媒體的輿論影響 就比較難散播 你想像說 如果你有一個朋友 你每兩三天會一起吃個飯 打個球什麼之類的 你即使在兩次見面中間 聽到別人講他的壞話 聽到什麼謠言 然後看到什麼 直之類抹黑什麼之類的 你就下次見面的時候 問他就好了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其實在你腦裡 不會有腦部 雖然腦部最補 但心補的東西上面是錯的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一方面只有很遍段的訊息 另一方面 你又沒有即時確認這個環道 那那個腦部的空間就越來越大 那隨著腦部的空間越來越大 就是按照現在的想法就是什麼 腦洞大開嘛 就是說 就是到最後這個 就是腦洞就已經看到你腦部上了 意思就是說 大概就陷入各自的 不同的對現實的詮釋裡面 甚至連事實層面都沒有辦法追焦 那我們現在就是盡可能去 研發一些進行的程序 讓大家至少在事實層面能夠聚焦 我們之前拍過一個 唯電影叫《開放政府大火火》 講的是這中間的程序 那我們接下來會 接下來拍另外一部唯電影 叫《開放政府沙威馬》 就是在講說 實際挑戰某一個個案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讓已經 活在不同縣市裡的朋友 能夠透過程序重新聚焦 它的設定就是 如果已經有街上有幾千人 就真的覺得上海馬是一種動物 這個 這種政府跨部會的 台灣政府聯合人 到底要怎麼來處理這件事情 這樣也不斷 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製作中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一個概念 作為一位快信業者 在工作和生活上 是否遇到適應上 或認同上的困難 我覺得台灣已經是壓軸裡面 在這方面 實際上是最開明的一場之一 就是其實我完全沒有受到 在進院裡之後 任何的刁難 或者歧視 或者火大火小的找到他們的情況 玩亂距離都沒有 那當然呢 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滑出來 所以說 因為大家可能有聽過說 我把網路上面 對於我的人身攻擊 都當做精神上的按摩 這樣子一種的想法 所以說 網路上面的憤怒 如果不是指名刀性講到我的 唯一把它看作是Facebook這個 演算法的輸出 可能我是不會去處理的 但是指名刀性提到我的時候 我就不能只是說 因為這個憤怒容易傳播 所以是演算法的輸出 那麼簡單 因為我以前就寫這個系統了嘛 好 但是他在指名刀性講我的時候 當然不能說他自己的輸出 但是我可以覺得說 他是一種精神上的按摩 那意思就是說 他講到 我如果不難受 那就好像按摩 按下去的蹭痛 然後我就想說 我如果不要急著去留言 不要急著去回覆 就是那個叫阻抗 就是防衛型的說 我不要急著去防衛 我就這個生物系列 喝點茶 聽點音樂 然後好好的想通這件事情 然後好好的去回覆 裡面有建設性的部分 之後呢 我看到同樣的留言 就真的也不會難受的 所以就好像這個整個社會 幫我做精神上的按摩一樣 然後以至於到現在我看到 差不多什麼字眼都不會難受的 的這樣的情況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還蠻不錯的 就是說因為有一個 那麼明顯的標題 可以進行人身攻擊 所以說其實其他人身攻擊反而很少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我們很快的就可以去銷 然後進入實質的政策上面的討論 請問如果看待Uber在台灣的發展 還有認為Uber在台灣 創造了什麼不一樣的價值 就是 Uber它其實 有非常多的東西意思 它可以是你加工資 或者是它可以是一個APP 或者是它可以是一種信仰 這種信仰是什麼呢 就是絕對你的算法 可以比法令更有效的使用者的機會 小小哥就是這個想法 那這個想法 它不管把它包裝成什麼共享經濟 其實共享經濟本來的意思是說 你有一些空間或有些物品 你用不到的時候可以給別人用 可是因為Uber在台灣重新推過工程 所以我其實不確定它是共享經濟 但是就是說它是平台經濟 沒有什麼問題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它進入台灣 確實是讓大家用交車上面 以前沒有辦法那麼有效的用 智慧型手機了 確實是很有效 叫起來很方便 使用這些很優良 而且它第一批合做的那些車 都是跑機場強圖的 R牌的主領車嘛 也都有職業駕照 那也都有繳稅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應該第一批的事情 我應該全部都做過 然後就是 然後大家都覺得說 就是公司這樣一直不貼 這個總有一天會到啦 那再後來就他說不是嘛 他們是想要做無人車 現在包含司機 都只是無人車 在收集電影圖資的一些投資 所以說其實它並沒有覺得說 它是一家精神車 它也沒有覺得它會到 但是呢後來呢 它可能因為這個收集圖資的想法 或是譬如資料的想法 收集行動資料的想法 可能比較過張 所以它後來就開始使用一些 沒有職業駕照 又低於計程車的朋友們 然後呢 很多的服務其實是不太OK的 沒有關係 反正打分數不到4.5分 直接淘汰 所以就會一波一波的這樣子傳染 因為介紹又有獎金片啊 但是這個時候 它就有點像變成一種流感 那種感覺 就是說 你可能中了這個開護盤 很好賺的這個流感 然後那你可能會開一陣 開了什麼環境之後 不太好賺 但是在你受感染這一段時間呢 你已經透過這個 就是你跟乘客之間的接觸 讓乘客把這個APP散播出去 然後又介紹了新的司機了 所以等到你痊癒的時候呢 這個感染對你變多了 所以他們就這樣子 不斷的蔓延 那當我們在處理 這樣子一種概念上面的流感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靠 附上的方法 我的意思是說 一下子制定一個法規 然後去說 這樣子就是壞的飛機來這樣子 其實有時候反而就會有 來蔓延得更嚴重 然後甚至會變成 覺得政府那麼不易的這樣一種運動 所以當時我在2015年 大概年中大 接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們當時的想法是說 我們要讓大家有接疫苗 那什麼是疫苗呢 就是對一件事情的 事實上的共同認知 然後以及對彼此的 不同的感受的 沒有好壞的真種 所以我們當時的做法 就是說我們就是進入了 這個臺灣這個平台 然後在裡面去具體的去討論 說我們到底要拿烏龜 怎麼辦 那這裡面的概念 就是叫做重疊的公式 就是說我們如果講非常大的 共產經濟什麼東西 那其實它是沒有辦法有公式的 但是我們如果把它聚焦在 致用車載客的這個行為上面 事實上是有可能有公式的 所以我們就是先聯鳳一百家 聯鳳之後呢 去做了一個月的意見成績 那大家就可以發現說 這個系統它跟Facebook不太一樣 所以說我們一開始有問各個AE關係方 每個人可以提出一個意見 都要用我覺得改動 感受性的東西改動 所以講我覺得交通部既然已經過 會行政所遠在被市政府 就應該註銷它的公司的痕跡 好 是我贊成或反對 那不管你按贊成或反對 你的這個point都會開始在這個二維的Facebook 然後在這個二維的狀況後呢 裡面開始去移動 這裡當然會找出就是大家的 概念的感受的一個cluster 然後呢去試著呢 把這個最principal的維度變成X 然後跟它 orthogonal的地方變成Y 然後呢 試著在大家的這個回答的Matrix裡面 找到你在這個裡面的一個位置 它另外做的事情呢 就是Dimensional Reduction之外 它做另外一件事情是cluster 是總結 所以就可以看到說 左邊的這些朋友們 覺得搭乘了風險 而右下角的鬥都不那麼像 右邊的朋友們覺得這個 因為有達分數的制度 所以服務品質稍微比較好 左邊的朋友們有些不在不像 上面的朋友們呢 主要關心的是意外型 下面的朋友們呢 主要關心的是這個平台的商業模式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呢 如果以前是用這種發散式的空間的話 其實就會開始各做各的 然後大家就會往四角移動 然後越來越難以聚焦 因為我們在設置這個論點的時候 我們說 我們要跟Google談判的這個point 是由所有能夠說服所有人的point來做出來 所以當我們按共同意見的時候 翻證翻證雖然大家的看法不同 但是有一些東西是所有人都翻證 那這個在一般的社交網路上是非常難發現的 一般是越討人越發散 但這邊是越討人越收斂 有些最基本的東西 不管你是司機乘客或這些人 全部都贊同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這些共識拿來 然後說 好這個是接下來的檔案的基礎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拘處理 就跟說我的講題 有大家slido決定一樣 我們怎麼跟uber檔案 取決於大家到最後建立起來 怎樣的共識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套系統的協助之下 後來還真的就指定出了多量化計程車方案 然後uber在短暫的調適期之後 現在也用就是接近這邊的共識的 應該是合法的的情況 重新進入台灣的營業 所以我覺得它創造的一個價值 就是大家在公共討論的時候 是可以越討論越凝聚共識 而不是越討論越發散 有這樣一個價值 這個東西也是就是國際上很多朋友們 後來就是會覺得說 他們就會回去問他們的政府 對台灣可以這樣討論 為什麼我們都可以這樣子 這邊的朋友問說 為何我會這樣安安克斯堂 無政府真的也有政府的提示 要來得更好嗎 確實 就是說安安克斯堂 它其實是 對很多朋友來講 它是一種 烏托邦史的一個概念 所以說 我沒有經歷過 但我覺得這裡蠻好的 然後所以我來推廣一下 但我自己不是這樣 我自己從小的學習 就不是靠別人命令我 或我要求我們學生 我從14歲做學生後 當時進入群眾資訊網 我也是完全是靠了 就是自己看論文 對論文的這個 作者有興趣 一些性問卷 他本來也不知道 我才14歲 然後就一起開始 進行討論 研究這樣子的狀況來做 然後 我們就發現說 為什麼有群眾資訊網 是因為底下有個網際網路 為什麼會有個網際網路 是因為有一群人 他們把電腦連在一起 然後說 不管中間發生什麼事情 訊息從A走到B的時候 中間經過的這些人 都只能轉送 而不能夠去限制 A跟B轉向 用什麼方式來溝通 像end to end 可是這個東西就是 就是end to end 它就是在說 在這樣子的一個網絡裡面 任何人要創新之前 不用問過任何其他人的同意 那為什麼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這個網絡中 竟然還能運作 就是因為他們建立了一個 非常龐大的 多利益關係人的模式 這個模式 既沒有聯合過的倍數 也沒有主權政府的倍數 事實上他們 這個最近 這個脫離美國 電信局自己獨立了 所以在這樣子的 就是完全只是 多利益關係人論壇的模式底下 他們的正當性 就是所謂的ITF 或ICAN 這些組織的正當性 到底怎麼建立呢 就是靠我剛才講的 這整套東西 過程的完全透明 多利益關係方的充分的出息 然後他的成員的多元性 以及在中間 盡可能用直播 盡可能用主持的這種方式 讓任何人都能夠加入 一起多多公式型的 收容 然後跟所謂的 sensitive document 就是融合式的文件 所以說 這樣子我們制定出的 一片一片的東西 雖然不叫法律 是叫RFC 就是request for comment 徵求各間意見書 但是這樣子做出來的東西 確實在網絡網路上 就這樣起到law的作用 而這個law呢 它又被寫成程式 那這個程式的law 就像physical law 它就是去決定 什麼可以 是可能 什麼不可能 就像這種有點像是 物理定律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確實是從 我自己啦 從93、94 參加這樣子的一些東西的建造 我就是完全體會 然後說話 anarchism works 然後接下來就是 我們從這個最底層的技術 慢慢開始都要應用 寫軟體 寫Linux 寫Firefox 寫這種這樣子的自由軟體 慢慢發現說 大型的軟體計畫 也可以用無政府的方式 來管理 那無政府的意思就是 任何人都可以馬上出走 然後自己去成立一個專案的分支 然後它如果做得好 它自然就會再次想回主幹 或者本來是用鋪鋪鋪鋪 都跑過來 這樣子的情況 因為Firefox本來 其實不叫Firefox 它是叫Mozilla 那Mozilla本來叫Nescape 所以其實就是說 在這種創新不用問過別人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一直做出 很有意義的創新 但這樣子講 其實並不完全說 世界上所有事情 都能這樣解決 世界上只有 複製沒有成本的東西 才能這樣解決 整個網際網路的治理 是建立在 你把我的code 考一份去執行 我並沒有損失什麼 的這個基礎上面 大家才能夠用零成本的方式 零編輯成本的方式 應該是寫很貴 零編輯成本的方式 來進行創新 但在現實世界 分別洗缺資源的時候 我覺得當然 沒有辦法一下 就應付到這樣的東西 但是所以就慢慢 我們越來越進入 就是所謂的豐饒 或者後悉缺的這個社會 我覺得 安安克斯的領土 他應該是會越來越擴張 但是我現在並沒有硬要 把它調和到 他世上不適用的地方 當然是這樣 請問未來基層公務體系的工作 有機會被聯安取代嗎 當然 對 好 最好全部都取代 但是呢 要注意到說 這裡取代掉的是工作 不是工作者嗎 這個事實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 現在的融工 很多基層公務員跟我說 他可能有八成的時間 都來做融工 然後可能只有兩成的時間 有在做政策上面的 主觀的需要人的 價值判斷的這種東西 他八成都來填一些 重複關口啊 什麼侵犯單啊 然後什麼 哪個醫院又來問了什麼東西啊 等等的 這種其實機器 真的可以做的事情 因為換了一個不同的公務員 來做的結果 會是一樣的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應該是這些來做的事情 那所以在這個前提上 我們在推行任數位化的時候 對我來講是 就是一片男孩 因為 因為有那麼多的人 都可以由自動化技術來協助 那隨著這個工作 慢慢慢慢推行 當然一方面是因為 現在很多公務員 都加班到9點10點 所以至少讓他們正常時間下班 我從慶遠裡幾乎九成的日子 都是5點多就下班的 那我們只要一發現 會讓我加班的事情 就實在把它自動化掉 那所以在這樣的這個前提底下 我們就會希望 盡可能恢復大家的生活的一個領域 那在有創作領域的情況下 我覺得決策領域或合作領域 也會因此而提高啊 因為加班到10點 真的沒有人有耐心 聽一下很多事情 好 那在那個之後 這個東西本身就可能要4、5年了 所以實驗的沒有那麼快 但到那個之後 就是 那就進入 那更多的東西可以由AI來做 那人要怎麼辦 那當然國際上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對不對 有人說那就週休3日 週休4日 週休5日 然後也有朋友講說 那就什麼引進 什麼無條件事 什麼之類 有非常多的想法 但我要講的是說 即使是最樂觀的預期 這個都是許多年之後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是 一方面有許多願景上的思考 2030年可以怎麼樣 但是一方面我們就是很腳踏實地的 把現在需要加班到10點的人的工作 慢慢變成只要加班到9點 只要加班到8點 其實我這個認識上 我也真的做到這樣子 那目前對於行政處理程序 是不是會覺得太過繁雜 而需要改變 這個呢 我講的就沒有專業的事務 我們講的好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看一個粉絲頁 叫做《台灣公務力量格型聯盟》 就是簡稱《公格力》 那這個 這就是一群公務員 然後用這個類似匿名的方法 在這個粉絲頁上面 不斷地去講說 你們在實際的流程上 有什麼可以經濟的地方 我是講得客氣了 那事實上是很煩 因為煩的匿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所以他們會指出非常多具體的東西 那我都有在收看 然後他們 最近才正式成立了一個組織 並且一個法院 院長也有錄影致辭 院長並且說 他之前也是高高間來的金層公務員 讓他了解這個情況 然後很願意跟大家一起 一起做個這樣子 開放政府 開放政府會不會導致金層公務員的工作量增加 最後導致大家都在應付KPI 而往開放政府的理念 我一進來 就做的幾件事之一 就是把之前的每個部會 一定要交多少的開放資料 能夠可以連結拿掉 當時可能有其意義 因為大家都要熟悉這個過程 但是確實有一些部門 根本沒有使用資料治理的方式來運作 不管是他的部門的性質 或者是他的底層的系統 根本沒有到達人 那這樣子的話 應推開放資料的品數 對他們來講 他們就是只能把PDF 上傳到開放資料平台 然後說這是開放資料 那不然他怎麼樣 或者說他如果只有一筆資料 他就會把它切繫成這個 春天、夏天、秋天、冬天 然後就私立資料了好不好 但是這樣在 就是資料可用性上面完全沒有幫助啊 我們要的是那個資料品質 我們不是要還有私底資料 水彈、秋冬、還有自己手動、可用性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這樣子剪低這部分的關卡 的同時 我們也引入了就是自動化的方法 然後讓城市自己來確認這個資料 它的基本的電話可用性 它是否符合欄位的東西 所有這些東西 以前是用人抽查 那如果是機器檢查的話 那就是比較像是一個小幫手的概念 而不是說你過三個月被抓到的 其實是你之前那個懲罰人做的 這樣其實也很冤枉的 這樣子一個概念 所以我覺得慢慢的 隨著管好這件事情 變得比較不是懲罰 而是就是像小幫手這樣子的方式 幫忙自動化 我覺得慢慢大家就不會需要 應付那麼多的DDI了 才有比較多的時間去想說 透明這一層我們還可以做得多好 至於開放政府上面的那三層 就是在透明的基礎上進行參與 參與的基礎上進行後續的克責 以及在克責的基礎上面 試著寒容更多不同的參與者 的這件事情呢 我們透明這一層現在都做好 就阿彌陀佛了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不會去應退參與 我也不會去應退克責或者寒容 是說大家覺得說我們現在READY 我們可以多走一步的時候 在某些地方多走一步 但是我不會說 這個部會做得很好 但是不要乾燥 請他都要給他學習 這不是我的風格 我風格就是幫大家解決問題 前段時間聽聞委員有參與 交通與機車路權議題相關的會議 相信委員對臺灣交通返回 陸河反國政府封殺人 您勸贏 如只能行使狗動般的機車道 雲槍制代轉 又不好 行政帶動 又不好 重機上活動法案 又不好 加上堅持追殺用路人的 無差別區 一起委託 好 我必須要很坦白地招認 就是說 我只有被癌在機車後 又在 我通常沒有機車 好 那我們在那場協作會議裡面 我非常感謝我們的提案的朋友 連說的朋友 有一個他好像是戴在帽子上面的 主觀視角 拍的他在各種不同的 明明是兩線到 為什麼這個還要有一個 兩段式肥帶轉不可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行使情況下 跟他的主觀的經驗 因為畢竟如果沒有主觀經驗的話 所謂的事實的距距是空的 我看到同樣的自我腦裡 根本冒不出東西來 我整個腦都是腦洞 那樣是不可能的 好 那所以就是說我必須還是得 可以鼓勵上他的主觀經驗 那所以這樣子我覺得很棒 就是說透過主動的去講 透過提案人盯一手提案的分享 至少我們確立了一些原則 然後呢 地方政府其實也已經有在做一些實驗 能夠去讓就是說 應該不可能一下就到 大家都知道昨天作轉嘛 那一定還是有一些 本來的駕駛習慣的朋友們 就是需要兩段式 我才去開得很慢 那所以就是說 他們的主要訴求 是進入一個秉存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東西其實在 交通部的新版的 機車版提出裡面 是說要重新檢討的 只是就跟很多其他事情一樣 這邊路演所做出來的時候 當然沒有辦法這個 到媒體上面買全版報告 這個人盡皆知 所以大家都是腦裡的 就是那個快曲吧 可能還留在 可能兩三年以前的狀況 然後所以我們 開發政府做的 對焦這件事情 就有點像是把 大家腦裡的快曲清掉 然後去彼此看說 現在對方實際第一手的情況 到底是什麼 然後在這個基礎上面 去進行討論 那這個是一個具體的看法 那當然我在這上面 是不會下什麼才識的 一方面我只是數位證文 或是類似院長的幕僚 我真的不主管交通 然後第二個 我作為沒有第一手經驗的 也不是利益關係人 我其實不應該來 就是來干擾 但是我可以做的事情 就跟之前做的所有事情一樣 是確保各個利益關係 都知道彼此的 真實的人生經驗是怎麼樣 然後把這個對焦過程 我們用直播以及組織的方式記錄下來 讓其他人也能夠去參與 所以我覺得慢慢的會變得比較好 那其實政府有的時候 就是說 行政態度是外面看起來的 裡面可能已經提了 不知道多少案了 不知道超過幾次了 不知道協調過幾次了 但是因為民稿作業階段 資訊不公開 那所以外面完全看不到 然後就會一直腦肚到越來越便宜的情況 所以我們這種民稿階段公開 其實就讓大家 好像就是訂了一個東西 買了一個東西 然後那個宅機變貨物流 他會告訴你說 現在在哪裡 現在在哪裡 其實花的時間其實也會縮短 因為你知道他現在在哪裡 所以你就比你比較耐心 不然的話可能要就是叫警察 對不對 所以說 我覺得透明他不好證參與 但是透明他至少好 讓大家看到目前世界的狀況是什麼 那目前我們的具體工作還是一定的為止 這個很大的問題 如何解決青年產學落差 人才外移企業轉型的問題 這個產學落差其實在每個產業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我其實不太可能全部回答完 但是我可以講一個大概的概念 就是說現在的傳統的 就是已經很存在很久的一些產業 然後在台灣的價值上面 就是屬於我物地位的這些產業 因為就是需要相當多的資本投入 而且也需要相當多的經驗或技術上面的累積 以及就是長舵的這些老先生老太太們身體健康都很好 所以在這個前提底下 確實就是說年輕人 要在這些狀態裡面去進行晉升 是沒有那麼容易的 但是就像剛剛講的 其實這是稀缺思路下面的想法 就是覺得說 就只有這幾個產業了 那我做不到之外的 對不對 但是我們現在的想法是 abundance的一個思維 就是說 隨著創業的門檻降低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把本來的全國發基金的補助 調整成投資 或者是說 讓設立公司的名產降低 或者是說 讓引進一些外國 好像在網路上卸作的一些朋友 進來的時候 他不用丟200萬進來 就是外國人才專訪 他可以先進來再找工作 或者他可以 如果他是特定的 這個有特定能力的朋友們的話 可以就是直接進來 然後根本不需要找工作 才可以直言講或之類的 就是說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讓創業這件事情 它的成本比較降低 像在矽谷就是這樣 就是說 你如果連續創業五次 失敗五次 每次燒掉投資人 三分之一的錢 四分之一的錢 然後就還給投資人說 這個對不起 我做不起來 那這樣子其實 在業界裡是時候都要敬重 因為你有講清楚 為什麼這個做不起來 你幫整個產業鏈做的功課 然後也包含當時投資 你的天使投資人做的功課 所以這個事實上是非常有一個幫助 因為新創本來就起不來常態 但是在台灣呢 可能你到就是 裝資輪的時候 你其實就已經是在往前放了 借錢了 所以哪有是這個 創業失敗五次這種事情 失敗兩次就是人情都用完了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隨著 使的創業的成本減低 然後多把政府的 補助思維改成投資思維 就是你失敗沒關係 只要業界有學到東西就不好 然後以及社會系統 這種以解決社會問題為使命的 所以就算到最後倒了 過程時終於有解決社會問題的 等等的這些措施 我們希望就是說大家在 跨學門或者取消學門中 創新的時候 可以多花一些時間去說 好那我們要創造怎麼樣的體驗 解決怎麼樣的社會問題等等 而不是說我們要在那種 已經本來就已經鴻海的地方 不是在講公司 或是說就是 精神非常激烈的這種地方 去進行進步的投入 或是說這些不重要 這些還是很重要 製作都是許多產業當中的幾個 那我們接下來的產業創新 其實會發生在 可能就是想出你的一個經驗 或是一個技術 或一個體驗的設計 加在一起這個行業裡面 可能真的只有一家公司的 這樣子一種情況 就是慢慢的把新的領域做進去 在經濟部 他們有辦一個叫做Mix開關的活動 就是把正在做這種跨領域創新 做的還不錯的一些青年創業家 跟傳產但是很想專心 或專心有一定成功的老一輩的企業家 然後跟AI這個就是做基礎的 對一些朋友散放抓來 然後對話分享經驗 分享圓脈等等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因為確實雙方對於彼此 都有一些成見 那時代之間的 最近情況很多 就是我講的 那再就是 就是比較從技術的角度來看 其實只要引入類似的技術 雙方是有很多寫作的可能性 不一定是誰吃掉誰 或是不一定是誰欺負誰 或是不一定是誰欺負誰的 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隨著就是 越來越多這種新的業態出現 我覺得經濟部 或者國發會的角色 也會慢慢從我們以前的指導 慢慢變成輔導 引導 然後到最後就是 跟大家一起學習的這個角色 這是我具體的一個 對於 那種連結系統 這樣的方向設定 政府目前在推動使用自由軟體 但是似乎不太成功 因為格式的相容性 請問看法 這邊如果再講格式相容性 幾乎一定只是在想OP&W的 我們對別的自由的格式 其實還蠻成功的 PDF或HT能品牌 大家都打打開吧 但是就是OP&W的確實是 因為Liberal Office 就是這個比較新的 又在開發的分支出來之前 上一個版本 上一波推的時候的Open Office 其實是有點像是被棄養的情況 就是說 民間社群的一些貢獻 其實上流也沒有很用力的在Merge 因為他們不知道為什麼買走了嗎 好像是這樣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Open Office 它特別對於中文支援 有各種各樣的問題 然後對於一些新的字型 像思緣黑帝這些字型 其實是沒有辦法支援的 那我記得 就是當時思緣黑帝 就是一個開放緣碼的字體 剛出來的時候 Open Office 跟Liberal Office 在列印的時候都會上級 然後呢 我們就是在開放緣碼 那個年會的會場 上面就看到 某一位獎者 Yan Blake 然後他就整排電腦就當掉了 然後 其實非常慘的一個情況 然後 但是 這其原因當然是因為 這個 沒有想像到說 原來一個字集裡面 有六萬多個 中文字合格 變形 就是他沒有把它支援到 所以我看到這個情況之後 過了沒多久 我就自己去改Open Office的城市 然後把支援的寫進去了 寫進去之後 我就同一個修補 我同時提調了Liberal Office 跟Open Office Liberal Office 在一個禮拜之內 馬上就處理修正版 然後把這些東西都修好 比如說 Open Office呢 我上次檢查的時候 還留在那邊 就是還沒有修好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 上一波推的時候的問題在哪裡 因為 就像剛剛講的即時溝通一樣 如果要推任何東西 而碰到困難 我們最需要的是 就是有一群動 這個自由軟體的朋友 在這個生態系裡面 幫忙解決這個困難 讓他們很快的改版 但如果我們沒有這個生態系 就硬推這個自由軟體的話 就會被人碰到問題 沒辦法修 那這樣子大家的善意是優先的 那所以我當然並沒有覺得說 想要推這個軟體 但我覺得開放 還是值得推的 只是說這個開放 就是你要用 用Liberal Office打開 還是用PanMD 就是我剛才就是在講那個 InfrontMDs 的這一份打開 那就隨便了 就是說 從我們基礎的角度來看 我們並沒有綁一個 特定的軟體 而是說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 匯出匯入就很好的 所以我自己是這樣子在推的 我並沒有覺得說 一定要使用自由軟體 但我們不能排除掉自由軟體 所以我們現在在採購七位採購法裡面 去進行 身為社會國家創新經濟的召集人 然後覺得怎麼樣做才不會是 物無口號而已 社會國家創新經濟的召集人 是我們林娟老師 不是我 召集人是院長 然後 資訊長就是實質在進行這種 跨國會議程協調 是我們鄭忠老師 所以這個 我不是 就是幫他們忙 這樣子 千萬不要說我是召集人 我具體起到的作用 我覺得林娟老師 真的是一個 第一手的使用者的作用 好比上說 之前呢 在前四階段電子化的時候 大家推很多 就是所謂的便秘服務 然後其實很多也非常的成功 那報稅 你如果去看那個介面 就是沒手的話 其實功能還不錯 然後速度還很快 只要不要當機 那但是就是說 除了這些便秘服務之外 其實很少力氣花在院裡面的 我們實際這些 第一手使用者 政務委員 民主長 院長等等的作業環境 結果是什麼呢 就是各部會都已經在用 很先進的 BIM模型 或者是這種互動式的方式 來進行政策討論 甚至這些 simulation 都有在用 但是呢 我們在院裡面 還是大部分時候 用的是 Powerful 或者印出來的資本 所以就是那個落差 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就是說 院裡面重進的 大家就會愈願意 在前四階段去改善 但是呢 所有的 Intune user 這件事情 可能因為 就是覺得不好用 那就忍一下吧 因為發現也不知道 要提出什麼更好用的 但是因為我博士 沒有這種 就是忍耐理的 所以我從進來之後 就是說 每一次我發現 什麼地方卡住我了 好像說 我一個禮拜 又有兩個工作點 不在院裡 那等於是說 大家一定要用電子的方式來 以後 不能用資本 因為資本根本收不到 但是電子我馬上就回合 所以透過各種各種各種方式 去試著把院內的這個工作環境 加以升級 那在下一階段的 就是政府數位化 就是可能也不叫電子化的 的這樣子一個環境裡面 我們就會試著把這個決策系統 內部的神經系統 進行傳接 那隨著 越來越多的 所謂的高層的決策者 有使用數位服務的經驗 大家才不會 就是說 看到同樣的資訊 是完全不同的東西來 那我覺得 這樣子做 才不會實施服務口號 因為畢竟我們做自由軟體 就是要解決自己的問題 如果我們沒有 如果我們沒有 reframe這件事情 練成是在解決政務官自己的問題 的話 當然政務官就是不太可能 知道第一線的情況 因為平常沒有在使用 但是 數位科技的好處是 就是我們跟其木特色上下單 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 只要它是用五條系統 它就可以看到同樣的 第一手經驗 它沒有額外的成本 所以這個是我們接下來 努力的一個方向 並用數位的方式討論政策 研究公式 是否會過度偏重年輕人的意見 而是乎越少年紀的人 因為他們較少使用數位工具 這個要看數位工具怎麼使用 我一向說的 在入圖以前 就是叫做 assisted safety tech 就是輔助式公民科技 它的意思是說 我們每次部署科技下去的時候 不是排除掉本來就有參與能力的人 比方說 本來面對面的 改到線上照看 而是說 我們是讓本來能夠參與的人之外 新一批人能夠參與 好像說沒有辦法開支到台北 看看時候先上參與 但是呢 不是說本來這個 面對面的這個過程就不做了 我們做的事情是 擴大這個面對面 能夠擴散的朋友們 以及這個參與之後 把大家意見收斂的這個過程 能夠表現過的人 能夠知道能夠參與 也就是說 它是增幅這個實質的東西 當時在佔領運動的時候 當然不是說我們有線上工具 我們就不需要佔領了 這是完全兩回事 就是說 重點是擴大它的實質影響 以及去把它的這個收斂過程 做更精準 所以 好比像說 像台北市在討論社會住宅的時候 當時就是說 社會局 是說 我們希望所有 要駐社會主宅的朋友們 一起來決定社會主宅政策 那就包含災民 流民 擔情 就是身影障礙者等等 所以如果當時是加一個網站 然後說大家想上來發表一件 iVoting一下的話 那這樣子做出來的政策 一定是災難 因為裡面可能就是 可能百分之五有這個時間 對 那但是呢 做法不是這樣子 做法是實際上去那些地方 實際上去訪 就是訪視那些地理相關者 而且不是靠社會來代表 而是用好幾波的問題去碰到實際的人 然後畫出他的情境等等 然後讓這些人能夠 使得面對面理解彼此的處境 來討論怎麼樣子分配 才不會到 弱弱相殘的情況 所以說 如果是科技的用法 是讓本來沒有辦法 再同一個空間的人 感覺再同一個空間 這樣子它就可以讓 一開始沒有辦法進入的人 慢慢能夠進入 那裡面就包含 上了年紀的朋友 因為他們可以透過就是 實際上有人拿 錄影機 或者是拿那個 相機 到他們在 就是殘雄的那個 榮書廟會 那邊然後去記錄一下 大家的意見 但是又 somehow把這個東西 轉譯成 這個意見收容的其中的一個 輸入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這個最後一個結局 是以大家熟悉的方式 像我在院內 推系統的時候 我也不是說 大家突然之間 都來用這個好棒棒的 然後 大家都要學markdown 不是這樣子 而是說 如果本來就是在用Word的朋友 他們就繼續用Word 他們本來在用什麼 就用什麼 然後我們試著去把這些東西 揭取進 這樣一套系統裡面 或像之前幫忙司法院跟 就是檢查 就院檢兩邊 交還卷送也是一樣 本來在用紙本裡面 還是用紙本 只有我們已經經由 系統的掃描 或者是未來OCR的各種交換方法 所以並不是要破壞大家的借取方法 而是要把這些借取方法 整合到一個共同的系統裡 是我們明顯的整個方法 到目前為止 對於台灣推動電子化政府成效的看法 剛才已經有說明了 我覺得我們在設施上面 以及在特別是寬頻的可揭取的禁用上面 就是所有 只要是照相多入性質 然後以及是大家 就是最後一頂使用的這個 就是數位服務的部分 其實以國際的標準來看 我們都做得相當好 但是對於系統和系統之間的互相串解 對於Internal User 對於決策者的決策環境 然後以及對於這個東西 能不能整合成它對未來的一個願景的想像 而不只是單點單點單點來改善 這些是我們原來要努力的部分 對於iVoting的想法 它是否應該繼續推行 或者可以改善的地方 這個呢 是屬於地方政府的選擇 那當時就是說 iVoting它之前之後的討論 確實 就是說 當時那個網站 還沒有辦法完全的support 但是後來他們有來跟Join 就是開放政府的 所謂的公共政策參與平台 所以未來在這邊應該是會看到 不是未來 現在應該會看到台北市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他們是如何把這個系統 跟他們的iVoting進行傳接 簡單的來講 所以說 它的這個檢核 或者複一 或者複一階段正反方的討論 是在這個平台 但是形成選項之後呢 就傳接回iVoting 這個也給iVoting更高的局數 所以這個 應該是說 不是說我要它這樣做吧 是大家討論完之後覺得說 確實投票前有一段時間 進行 充分的各方討論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目前其實是已經這樣做 十月二十四號提出的DigiPlus 就是社會國家這個方案 在五月有什麼進展 非常好的問題 提出這個方案之後 我們就是去跟各界利益關係方 去試著把這個藍圖裡面 第一年要做的那些股價填進去 那這個工作呢 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 就是我們怎麼去徵集大家的意見 可以到BOST嗎 BYGOV的網頁 那科衛報他們會把就是 所有國家相關的就是意見徵集的方法 所有的簡報都放在這邊 那科衛報辦就是往這樣子大家徵集之後 我們又凝聚一些價值上的一些取消 就是包含就是資安其實還是最重要的 其實最底下的一個根本 那幻評的揭取在偏向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不然就是一小撮人 慢慢越來越厲害 然後其他人好像被忘在上個世代 這樣是不可以的 所以偏向要幻評揭取 然後在上面可能就是有內容的開放 然後服務的共同 然後人情之間的協奏 這些變成這五個價值 那這五個價值呢 後來當然院裡取得很好聽的 叫前瞻的價值的 這樣一個概念 我們就把一些一次性的資本 要做的事情移到特別預算裡面 那這個就是 前瞻技術建設裡面的數位建設的一個根項 所以它可以說是數位國家的一個 硬體部分的一個加速推動器 這邊蓋好了之後 這邊本來就用公務預算在做的 服務或者軟體這些經常面的東西 不可能用特別預算指引的 就可以提早上線 所以這個是我們具體的一個進展 另外一個進展就是有一個所謂的 跨域協作治理的一個基礎 所以把各路的市長 以及他們要照顧福建的緋度縣市 然後以及院長 資訊長跟我 跟一些部位的朋友們 定期召集的這個要點 已經簽約了 所以接下來應該很快會開始遲遲達成 那在此之前我們的討論大部分 都是在中央做的 那接下來就會開始跟地方政府的 好比我們來的一些基本土資啊 這些東西加以對接 反正所有的簡報都在社會報辦的網頁上 所以有空也可以參考一下 對於世大運的準備過程有什麼看法 世大運跟我的關係 僅止於他們想要在世大運這一次4K的一個串流 因為所有我們的進來開過的會 都在track.pdx裡面可以看到 那所以在track.pdx裡面就可以 如果大家其實也可以全文檢索 但是就是可以看到我們在裡面所 今晚我開過的每一場會 所有這些東西都在這裡 那裡面呢就包含對於無人車的 所有實際的情況的一個盤面 然後也包含就是Maker啊無人機啊 所有這些東西 那但是這位朋友提到世大運嘛 那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我都所知道唯一的一個連結 就是說他們想要從公室去做一個4K的一個派換 然後呢 那他們想要在世大運的地方 去進行一個8月17跟30的一個轉播 那這個轉播呢 它並不是馬上就用這個頻道 他們只是示範說他們能不能夠就是 用他們現有的這個頻道 而不用升級無線端的接取引擎的設備 他們就把目前這個全世界都只能壓到18Mbps的 用新的壓縮板壓到14Mbps 那就不用升級它的通訊協定了 然後就不用升到DDPT2了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因為這是世大運是就是抽搭大家會最有感的 因為選手都很快 那所以他們實際上測這個技術 不管成不成啦 我們接下來在投資的時候就有一個比較確實的方向 除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跟世大運一點都想一下吧 好 當政務員的動機 出於興趣 我就是對大家怎麼一起討論公共政策 很感興趣 所以我進來也是跟各界學習 然後把盡可能把我學到的 馬上就跟各界分享 就是這樣一個工作 那實際做這個工作 那實際做這個工作 有什麼難題 沒有欸 我進了院裡之後 院內的不用哄 我大概都是陳菇老師 然後也都非常願意教我 那不管是帶著我一起審法案 帶著我一起開課 報辦的會議或之類 可以說是都是很不搶子的同事們 那所以我自己是沒有覺得有任何難題 然後落差上面 其實因為我本來就沒有抱什麼期待 我是抱這個學習的心情吧 所以在學習的貢獻上 都沒有通通性的落差 進入公安時 我們退了三個月了 退委員會的製度 在三歲的部會裡面 各自都有幾名PO 目前三次的虐痕 哪些適應推廣是我最為滿意的 我最高興的是說 雖然這個PO 他在每個部會的狀態不一樣 但是至少我們都有 就是共同的一個roll map 那這個roll map 就包含我們必須先信任大家 不能一蹴可及的希望大家 就先讓我們 先把我們手上的東西開放 才能夠 就是開始做公民參與 我們現在還沒有到這一步 我們只是在全面的希望 在提到不特定人 提案人 有連署人的時候 腦裡不要浮起 民粹暴民 這種有的沒有的這個字眼 這個部分的精神建設 我可以說是還蠻有進度的 但是其他我們還慢慢在做 然後接下來數位連結的部分 我們技術上面有做 但是法規跟機制上面 我們現在慢慢的在做 所以我們現在還在 開放思考聯合作方式的這邊 透過每週的練習 來慢慢讓大家的思考聯合作方式 能夠出現在銜接到抉擇過程裡面 我們還沒有做到更多的 那所以同樣的道理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工作 還是以動力為主 像這個月會裡面 我們高興的就是 除了最高票當選 我們這個禮拜五 就要來處理的沙威馬案之外 就是第二個高票的呢 是這個財政部主動體 就是包稅的這件事情 有沒有在說 使用經驗給糟啊之類 那他們馬上大概四小時 就進行處理 然後說好 我們就請這個提案人 本身演習會提案設計師 進來參與 然後一起來享受明年的 這個報酬軟體 可以怎麼樣弄得很好 那所以我自己很高興 因為這不是我全職派的 這就是財政部的朋友 是一位專職的朋友 他就是專門做朋友的工作 那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他就說好 那我願意出來 那他願意出來的其中的原因 也是因為他 致進入以後給他的 就是副首長 所以他也知道說 他有這樣子一個power 去用資訊長的這個 誤會資訊長的這個力量 去調動他們部門的業務朋友 來一起做這件事情 那他說需要什麼困難 需要協助的話 他也可以請其他部位 目前沒有那麼忙 的別的PO 來幫他的忙進行準備 所以就是一個 跨國美協作的一個概念 那所以這些種子呢 我自己是還滿滿意的 就是說至少看起來都 就是稍微有鬆動的跡象 然後有一些已經開始發壓 這樣子是這樣子 我覺得台灣是完全要公平的投票號 決定要不要獨立 再次聲明 他對我來講 是一個地質學上的名字 那所以我覺得他本來就是 就是這個道 他的形狀就是這樣子 我們怎麼樣投票余山 就是長那個樣子 對我來講沒有差 但是我理解 大家對於就是國際地位 或者對於認同 對於這些東西 就是大家的訴求 那這個東西 當然公投法 目前也有很多朋友 在訴求疑證 然後在訴求 進行一些修正 那甚至之前還有 有下而上的國美參與直線 的這樣子一個題目 也在就是 之前的會期嘛 也有提出過 雖然最後這期不續生了 那我覺得說 所有的這些process 我都覺得很高興看到 就是如果他真正能夠就是 捲動所有人 然後而且也讓大家 在參與的過程裡面 對怎麼樣鄰居彼此的公室 這個程序 甚至是開放的 不是只是最後的結果而已 那我就覺得 這是一個好的事情 他比NRT更進步嘛 那但是如果在這個過程裡面 反而變成是說 權力更集中在 其實不是本來的 中央集權 變成別的集權 但是還是集權的 的話呢 那我就會覺得說 對這個就是NRT的進程 沒有進步 我完全只是看他 跟NRT的這個距離 來決定 我是不是願意 投入我的技術 或者是我的工作 來進行 資訊完全公開可行嗎 如果是 立法院的協商 做得到嗎 你知道當時他們在NRT 就是協商直播的時候 大家說來 可是還不是到旁邊 喬好對不對 但是呢 可是我們這裡量成的 就是說把拘束領跟透明 幹成同一個概念 明明之前可以做任何 非常非常多論的討論 那私下做什麼 都沒有問題 就是秘密同學 你自由 但是呢最後 MIND有拘束領那一詞 他必須要有一個account 就是有一個完整的紀錄 其實這就有accountability的意思 不管你三成 課則當則就責 還是什麼別的東西 它意思就是有一個完整的account 別人跟你好看的時候 你要給得出account 就這樣子而已 那所以完全透明是 保證任何人來要account的時候 你給的都是同一份account的 這樣子一個精神 我覺得他跟拘束領 確實是一定要放在一起 但是我也理解說 就是說 這是隔壁院的事情 所以說 我剛剛在講 就是隔壁院的一些經驗 在行政院 其實我們在 資訊完全安排上面 並沒有 就是不遵循資訊抹開法 所以問他怎麼寫 行政院就怎麼做 但是在執行的過程裡面 確實碰到跟各自法 跟省政程序法 跟其他法 的中間有各種各樣解釋 像關於各自法 在最高型的建保案的意見出來之前 可能你問七個不會的資訊長 他們有其中不同的解讀 但是當然既然間解出來了 大家都跟著那個間解走 但我要講的是說 中間的那個法上面的調和 確實是在資訊公開的過程裡面 我不能一步挑到完全公開 那個過度公開也是可行的 而是說在這個調和的過程裡面 盡量慢慢形成一次的見解 在這個見解底下做完全公開的 確定可以公開不完全公開 那當然就是可行的 這個具體而為例子 就像說 我進來說我不看機密 所以如果有人這個 原因是機密文件給了我 但是忘記打上機密 我確認之後他還說不是機密 那這個克制當然不是在我身上 但不是在那個人身上 所以說我們有一個有系統的說 哪些資料就是不應該公開 好比像說一些個人的 就是各自隱私 我們在決策的時候 也沒有看各位隱私來做決策 或什麼我們看各位隱私呢 這個是沒有意義的 就是說如果你要提供一個決策的account 這個東西本來就不是 account裡面的一部分 那所以我的整個資訊通明的想法 其實都是在 就是透明參與克制的 為了克制這一段來進行 我們看到了一個特定廠商的名字 遠通這種大廠商 佔據地平四局 不給他人使用 這種行為如何解決 我既不是NCC的督導政委 我也不是資訊長 我其實不需要回答這個問題 但是我還是回答一下 就是說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之前的平衡政策 確實是 他的討論的過程 就是不管是在NCC 還是在交通部 還是在其他的地方 這個過程它的判準是什麼 往往是等這個判準公佈的時候 才覺得需要解釋 其實只要是跨國會在院籍的東西 都差不多是這樣子 我在Infra的那個網站 前面有一段前言 接近一段很誠懇的道歉 就是說 我還是念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段還蠻重要的 就是說 我們在院的層級寫到 這些判準的時候 我們確實比較不習慣 在政策行程的最初期 就先公佈這些判準 一次跟大家進行合同 我們習慣的是 在整體的大方向 預算 立法院都已經合定通過 所有委員都已經同意了 然後呢 在各個的執行的計畫 開始的時候 或是初期 再來啟動評估審議 走到相當環評 這種東西的時候 當然我們去用我們的程序了 來跟子計畫利益關係 進行討論 那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每一個子計畫 裡面是相對聚焦的情況 利益關係方可能彼此比較認識 但是他們還是在剛剛的那個大方向的帽子底下 來進行透明跟擴大參與 技術上比較容易 也比較可以收斂 也比較不會暴走 那相較之下 當我們把焦距拉開 全部加在一起先吃的時候 目前院裡的經驗能力跟人力 確實還沒有辦法實現 一個完整這樣的過程 但是不表示 我們不想要往這個方向做 所以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把政府的頻寬升級之後 我們才有可能把拿到的東西公開 不然像之前我們去參加一些像 無人展劇的一些會議的時候 連參考資料整頓都是治療 而且沒有電子檔的 那我如果想要公開那個 我還得去掃描 還得去掃描 之前手動加了一些註解 還得想辦法提進去 但那個成本真的是已經超過 合理的事務成本 所以只有在我們這個 數位作為環境的基礎裡面 才比較有可能去做這種 原則性的最先期的情況下的參與 然後我們其實還沒有這個環境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東西是 Sington 就是說是一個爭向 它本身不一定是代表全國的問題 而是說底下的這個決策的過程裡面 不管中間參與的人再好 他碰到的利益關係者 就是那個方法所能夠容許的那麼多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盡可能把 就是擴大動輸入行政環境這兩個東西做好 然後慢慢再由專業的參與工作者 來去能夠把這種最大的 像我們每部政策規劃原則 跨部位的這種東西 來讓更多的利益關係者能夠參與 有一個訪問 自然人品證成合金 甚至嗎 不然你長掉了一段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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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在社群網路發展下 發生許多問題 包含我覺得不用了三個字 以及詐騙 那你覺得需要進行管制嗎 或者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我為什麼覺得不用這三個字 因為這三個字在法律裡面完全沒有定義 我們法律裡面有不實訊息 有謠言 真的要找得到 但是這三個字找得到 這三個字不是活地謀行 假新聞 這三個字為什麼找不到 是因為它有三種完全不同的定義 它可以是 不是新聞的假裝飾新聞 沒有那麼長 或者說它是新聞 可是它報導的東西是錯的 就是不是報導 或者是說呢 它是這個有計劃的對國安進行攻擊的 這個就是比較像是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就是這種 機器武毛大 對不對 那這些都是都曾經被交過假新聞 可是這三種樣態 不要說這個重疊範圍很小了 有的時候根本還是就是互相 exclusive 所以我們如果用這三個字 那就是打 它迷糊上根本不可能進行討論 那我之前去市政府的時候 可能這個市長還說 對他來講 標題跟內容的不符 那個也是假行為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每個人都 我跟完全不同的定義 那這些事情沒有辦法討論 所以我覺得說 當然就是說 自力也好 他力也好 我們還是起一個原則 就是 進行這樣子的工作的時候 政府的實質權力到底 因此而擴大了 還是縮小了 如果他縮小了 我就支持 如果他擴大了 我就反對 就這樣 那所以如果政府的權力擴大了 那雖然掌權的人 可能覺得我是好的人 可是他不能保證他 下來認識好的人 那對我來講 這個就是理念而提的原理 那如果我們現在建立起 一個那樣第三方 讓就是社群自己有一個自律的 然後分享訊息 比較有效的這個機制 然後呢我們支持其中的一個參與者 而且呢我們也不做任何議程設定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覺得理念而提 都很進一步 那是我所支持的 所以我目前推行的 一直都是在 往這一個方向去去做 簡單來講就是說 讓政府盡可能的 快速的回應大家的疑問 然後盡可能每一個疑問 的回答都有一個網址 我其實就是在推這兩件事 我覺得這個對於謠言的三國 是有一定的Chain Evalence的作用 但是我並沒有要求 就是人間的任何朋友們 一定要轉成這個 或者是之類的 那同樣的 如果是未來要有一些 這個事實查核的工作 我也覺得不宜由政府 或政府出資的單位來做 因為那樣子的單位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回來糾正 我們中央社發的新聞的 那任何東西 它只要不糾正中央社 對我們來講就沒有用 它會造成一種自大的幻想 獨裁的幻想 對民主進程沒有好處 我們要的是一個 真正能夠回來糾正 所以政府前後不宜 那樣子的Chain Evalence 所以不管未來台灣怎麼發展 我還是以它能不能夠 有效的治理政府 作為一個考量 網路上有許多 翻譯美國短片的頻道 有不少關注者 但也從未被下架 請問有違法嗎 還是也屬二字創作呢 這個完全就要看你使用的範圍 你本來的那個人的授權 你是否在他正在營業檔期播出 然後以及你的這個翻譯 本身是否有重視於他的原意 還有你是不是有原詞 有廣告或其他上面的收入等等等等 就是每個個案都不一樣 所以它有沒有違法 還是合理使用 這個還是要就是看個案來看 我沒有辦法就是一概而論 但是我自己的作品 就像剛剛說的 全部是才用CC授權釋出 所以你對我的作品做這種事情 我永遠不會來到你 所以就是 我覺得最後還是要回到那個創作者 因為我們自己能夠進入 就是開放文化的話 其實根本不會有侵權的問題 那對於新科技的接受度 成立法會很大企業的慣性 有辦法成長 下請問就這件事情來看了 我覺得就是說 當新科技來的時候 所謂的接受度 並不是大家要像律書 一樣一個一個調到新科技裡面 我們不是這樣子做的 我們要做的是說 我們要讓大家 願意就是 有一些人先去嘗試 先去嘗試 嘗試的人不要付太大的成本 像金融創新的一些條例 我們已經審過了 已經送到立法院了 它裡面就是說 你有一個新的科技出來了 你想要去做 但你不是金融業 沒有那麼大的資本 或是你要做事情 本來是違反一些法規 我讓你就是違反這些法規命令 然後你只要 以為而說 我要是這個新科技 我必然會違反這些法規命令 還不及於法律 那我就讓你做 但是呢 這個命令不是盲目的 就是前面是有評估的 它對個子 什麼東西的侵害 而且呢 中間如果它這個 溢出它的範圍 而沒有變更 就是它的範圍的話 馬上就會停止 但它做了六個月的實驗 最多再延長六個月 它就是幫整個生態系去說 好我試了一下水溫 這個水到底是溫的 還是糖的 還是怎麼樣 到底是可以喝的 還是怎麼樣 那它搞清楚這個狀況之後 大家來決定 這是一個壞主意 那這樣子我們以後 就不做自己的科技了 或者是進去一個好主意 那這樣子的話呢 行政局沒有六個月的時間 來到市法規 他們有六個月的時間 去募資 或者跟警衛者合作 變成家合理的運營商 然後狀況就是同時 重新修訂 然後到最後就進入市場 然後這個就 法規修正就完成了 所以就不是像以前那樣 黑黑起白的狀況 而在一個灰色的情況 有些試完決定好 這個是黑的 那這個是白的 但是是整個社會一起決定的 那這樣子的 另外好處也是 所謂的立法的效率 也可以因為我們幫立法園 做的這些功課 所以立法園很快的 能夠收典結合共識去 像以前秘書型公司 就是這樣子來做的 一般公務員會不會抗拒開放政府 一般公務員基本上就是怕這種 無限大的風險 只要這個東西 那它有無限大的風險 土壘、獨子 就是這個 執法犯罰、侵害遏資 這種事情 這個只要一出現 然後風險是無限大的 當然就抗拒 但是呢 我們只要確保說 用這個工作 這個保證這個透明的這個工作 不會侵害到政治條線 然後呢 如果它試的過程裡面 因為它還不熟練 犯了一些政治上的 一些 我怕就是一些可能就是 不到犯法的 實施大家感受不好的 由它的這個長官 也就是我 幹過程師 正在這樣的情況下 公務員都還蠻願意創新的 所以就是說 不管是借調到 我們PX小組 工作的各部份的公務員 或者是 跟我們實際協作的公務員 是在這樣子一個 就是 我們這邊所包括 就是說 用這一套東西 長期看來 攤體看來 他們不會被它當究責 而且可以減少 他們的行政的重負作業成本 那他們給出來的 就是說 他們願意短期之內 去習慣一個新的心態 把民間不是當作 只是給要求 而是當作可以一起合作 一起協作的朋友 那 從他們的照片來看 只需要心態轉變 對我們來講 我們剛剛有基礎法 非常任的支援 所以目前維持 看起來 當局的情況是 沒有什麼當局 因為我們也不會硬 API也不會硬 就是 基本上就是一個 願者上過的概念 工作之餘 會做些什麼事 來提升自我 我要興趣就是 擁抱網路上的白目 所以就是 會去網網路上面去看一些版本的留言 然後去找出裡面 可能十分之一的那個有建設性的部分 然後去回應那些部分 讓他學到說 只有有建設性的發言才會被回應 好 那這一套就是 除了特朗肯定 抱小白的這個工作 是很 我興趣 然後他要提醒自己 不要花太多時間 在這個上面 但是就是每一次這樣子 就是 就交了一些朋友 做了實質的討論 等等這些東西 每次都還是覺得很有成就感 所以這個 我會不確定 是不是極深自我 就是支持我的興趣 家人或家庭 是否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確實是這樣 就是他們對我的幫助就是 到我做任何事情之前 先確定說 我不是自己欺騙自己 他們會一直用蘇格拉利方法 一直問 問到我是 確實是按照我的個人經驗 我主管經驗 跟現實是有對接的 因為我們最大的 就是像菲林們說的 就是 自欺這個 是最容易的 欺人你還要花一點力氣 騙自己 這個 掌個研究就騙自己了 所以就是說 他們花的 很大的功夫是確定 我沒有看著 剛剛講的大事上的 某個林園堂 的這樣子的一個 example 然後就去做了 不當的選擇 他們要確保說 不管是初學 還是其他人身的決定 確實是認真想過才做的 但我覺得這個是最大的幫助 大家意見 或政府文件如何交換 是怎麼樣的 資料的交換方式 我們目前 推行的交換方式 還是做 HTTPS 就是 Web-based的方式 來進行交換 那 如果對技術有興趣的話 我們現在再推一個 叫做 OVS3 就是 Open API Standard OVS3 那這套其實是已經很中斷的東西 它是等於是一個 城市的介面的使用文件 但是也要把它結構化 但是它後面的API設計 它的 資料的 南位 港藥設計等等 全部都到位 這個東西才能夠寫得出來 所以有點像是把這個 對上位的東西 先變成類似國家標準的 這樣的一個東西 然後去要求 就是在底下的每一個部位 不同的 特殊的領域資料 去訂出一個 穩定的 就是SEMA 隔壁的港藥來 那這個是資料交換方式 那今天因為這個是非常基礎細節 所以我們用來講非常深 但是就是可以找 就是 Open APIStack 這樣子就可以看到 那影片的部分也有啊 我們PITES的 剛剛的那個Track上面 其實 可以看到我們不只是有 主持狼 也有YouTube 然後也有RealTime Board 然後也有 各種非常 就是互動式媒體的 的一些東西 然後也會有 熱心的朋友們 然後我們把很長的訪問 整整十分鐘之類的 那所以 這些 這些我們都在做 那但是 這邊 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的內部 回憶 就是沒有外部 關係緣的 我們是大家一起 連結成共閉之後 指示出文字的部分 這個 工作是因為 我們希望 這個東西裙帶 或 從某個角度來看 它是更好的版本 一個錄影 大家講的話是 自己希望 被原聽董講的那個話 是能夠把它 然後被原訊息的部分 也加進來的 而不需要 浪費大家的時間 去看全職的錄影 那另外一方面 也是希望說 就是不會有 不當究責 不會因為我講出了一句話 可能 咬字有點錯誤或什麼 然後就被人直接 這點點奇妙 然後不斷的放大 去進行二次創作 所以我們 完全在院裡的 回憶是沒有做 這個 錄影的 但是演講之內 電競的問題 法案有被提出 不是提出啦 這些都是法規命令 解釋 這些都已經做完了 那 但是呢 他們對法案不是很認同 不願去完全解決 他們的定義問題 這個是這樣子 就是說它用的 不是新的法案 它就是把 本來圍棋選手 或指揮家 或是說文化感應移術的 因為我們有的 電競都要有 所以這是一個 兵器權的這個概念 但確實 就像 其他領域的朋友們 也會說 我們這個表演藝術領域 什麼 其實也沒有完全被照顧到 一樣 確實我也還有聽到 這個場上的一些聲音 那 以至於說 第一線的電競選手 其實它更簡單的方法 就是它找一個學校 然後永遠不要畢業 這樣子 所以製脫嘛 但是呢 這個 它最後還是要準心的 然後我們還是 在替代衣上面 要提供他們變成教練 或變成媒體強迫工作室 或變成其他的一些 工作 和一些賺錢的方法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接下來 還是會進去 會同文化部 進行討論 但是至少在兵役上 我們目前做到的是 平衡權 我們沒有是說 我們因為要 特別發展電競 今年是什麼 電競元年 所以他們要 做與其他的運動 或其他表演藝術 好的情況 目前沒有在用 就是 事辦一年 看這一年實際的狀況 針對那個實際的狀況 才去檢討 我們並沒有要 就是一下子撒 就是幾百個 明耳祥的群 電子民主在台灣 是否有可能 實行 有可能嗎 今天的講題 就是各位 設定的 那又會阻礙 其實在這裡面 很多還是 大家 大家對彼此一首經驗 願不願意領聽 就是剛剛講的 五肅洋這一層 那這一層 它沒有任何接近 就是大家 必須要是在 學生會 在這個 學校 在甚至公寓 大廈管理的 這些狀態下 都願意彼此領聽 然後 凝聚公司來解決 才能夠解決 或是說 我們在上面 看什麼口號 或通過實驗 我們就做了 公聽會這麼多 如何評估該會的 這個績效 這是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我自己評估的方法 大概三個嘛 第一個是說 它是否有照顧到 當時不知道的 不知情的 例子 就是相關者 它後續參與 或者是 它看成了過程客責 的這一件事情 它是否有充分的 讓大家 對於彼此的經驗 能夠對焦 然後呢 以及呢 我自己覺得很重要的 就是 離開公聽會的時候 大家對彼此的感受 是更進一步 還是更覺得 對方就是妖魔 這個是 沒有辦法量化 純粹直化 可是我覺得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說如果想公聽會開完 沒有任何具體建議 可是至少大家都彼此 更願意看 那這樣就表示 接下來看還有加持 那如果一開完 本來還是這個 覺得對方還不錯的人 都這個 到死不相往來 那這個公聽會還不如不要開 雖然 也許到中間 因為這個 應收的關係 可以做出一些所謂的決議來 但是我覺得那樣子 沒有什麼好處 可以說明一些 在公務門進行的 透明公開化的 一些具體的事蹟嗎 這個 好啊 所以說 像我們有做一個 阿爸比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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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